第三千三百七十九章四国使命 自然王腾点点头 如果最终还是无法打开仙界之门 那么依靠撕裂空间离开暗域 就是他最后的退路 他当然的血 于是他也不想再浪费时间 当即就提出条件 撕裂空间的功法 加上之前那些条件 可以换你一条命 你觉得如何 好 南晚国国君毫不犹豫就同意了 对他来说 国库里的东西虽然多 但真正重要的都没在那人 给王腾也没什么 而撕裂空间的功法 也是从清廉先尊那里获得的 又不是他的东西 给出去他也不心疼 随后 没等王腾开口 他就十分干脆地将一个玉剪 从储物戒指里拿出来 扔向了王腾 这就是撕裂空间的方法 他道 王腾没理他 只是抬手将玉剪握在手里 不停往里面注入暗影之力 很快 一行形晦涩难懂的文字 就出现在了眼前 虽然他没修炼过空间类的法术 但大道本源是想通的 他只是粗略地扫了一眼 就确定了这份功法没问题 不过 想要修炼 甚至彻底掌握他 还是需要不少时间的 于是 王腾抬手就是一拳砸向南晚国国君 见状 南晚国国君大惊失色 你 你怎么蒙出尔反尔 恩明明答应不杀 没等他把话说完 哼 拳头已经落下 南晚国国君白眼一番 晕了过去 没错 他只是晕了而已 并没有死 王腾虽然对他感官不好 但也不至于言而无信 对他来说南晚国国君的死活没什么影响 既然已经谈好了条件 他干嘛要出尔反尔呢 况且 仙界之门的位置 还需要他带路呢 心念一动 已经晕过去的南晚国国君 就被王腾丢进了轮回真界中 随后 他也从原地消失 进入了轮回真界里 王腾 你怎么又弄了个男人进来 九头龟原本正在修炼 看到忽然出现的南晚国国君 吓了一跳 又见王腾跟着进来了 忙走过来和他打起了招呼 王腾 他怎么感觉九头龟这话有点不对劲 不过 他懒得去纠结 伸手拍了拍九头龟新长出来的第九个脑袋 心味道 恢复得不错 看样子要不了多久 你的脑袋就能完全长出来了 未来一段时间 暗欲会很不太平 你的脑袋没有完全长出来之前 就不要出去了 继续留在这修炼吧 好 九头龟难得乖巧点头 虽然他平时喜欢跟王腾抬杠 但作为活了千万年的老怪物 他对危险的感知还是很敏锐的 上次出去时 他就感觉到了山雨 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感 所以就算王腾不提醒 他最近也没打算出去浪 我要闭关一段时间 你帮我看着他 醒了就立马敲晕 王腾又指了指昏睡过去的南晚国国君 虽然他已经暂时封印了对方的暗影之力 就算醒来也不可能闹出什么动静 但为了防止在出现之前那位时长老的事 还是敲晕了省事 好了 这个我拿手 交给我就是 九头龟爽快答应下来 正好在这带着无聊 既然王腾已经将这个家伙交给自己了 那么 嘿嘿 他双眼放光地盯着南晚国国君 一脸坏笑 昏睡中的南晚国国君还不知道他接下来将遭遇什么 依旧睡得安详 王腾看出了九头龟打算捉弄南晚国国君 不过他没打算管只是交代了九头龟几句 注意别把人玩死了之后 他就去看了吞金兽 虽然现在秘境的毒已经对他没什么影响了 但不知道是不是这里太无聊了的缘故 他整个兽看起来都是无精打采的 见他没什么事 王腾放心了 随后他就不再管其他 拿出南晚国国君给他的预检 就开始修炼起来 与此同时 外界王腾闯入南晚国国都 杀得国君逃窜 清廉先尊肉身被毁的消息 也传到了北梁国边城 城主府 哈哈哈哈 痛快真是太痛快了 老三也有惊天啊 哈哈哈哈 大哥 看来当初我们果然没看错人 王腾 确实是个搞事情的好手 四殿下笑得合不拢嘴 二殿下也点头附和 是啊 谁能想到他才去南晚国一会儿 就闹出了那么大的动静啊 看来当初我们选择和他合作 真是英明无比 现在国君失踪 南晚国内肯定一片混乱 大哥 这是我们的机会啊 大宇说完 他便一脸期待地望着北梁国国君 希望他能下令 立马攻发南晚国 四殿下被这么一提醒 也反应了过来 跟着道 大哥 二哥说得对 我们现在出兵的话 一定会打得南晚国措手不及 说不定还能就此灭了南晚国呢 北梁国国君有些不赞同地反问了句 那然后呢 什么 二人闻言 有些蒙逼 我是说 灭了南晚国之后呢 要怎么做 北梁国国君对于灭掉南晚国并不热衷 反而有些忧心忡忡 你们可别忘了 当初先祖们决定将皇室分裂成四国 分别在现在的位置上建立国都 是为了什么 如果南晚国真的被灭了 谁来镇压那个东西 我们可以在那里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二殿下有些不死心道 不过 还没等他说完 北梁国国君就打断了他的话 你们别忘了 只有国运才能镇压那些家伙 一旦南晚国被灭 那南晚国的国运就断了 哪怕我们很快建立了新的国家 你们谁能保证那个东西不会在那段时间内出来 一旦有一个东西冲破了封印 那么另外三个也迟早会出来 到那时恐怕古师说的迎获守心的预言 就要成真了 文言 二殿下和四殿下都是目光一暗 有些泄气 可是大哥 老三已经忘记自己的使命了 就算我们这次放过了他 他也还是会继续对我们发动战争 他是不会知足的 既然这样 我们还不如赌一把 万一那些东西没能力在短时间内冲破封印啊 二殿下不甘道 第三千三百八十张计划 四殿下也跟着劝道 我觉得二哥说的在理 你想啊大哥 那些东西都被封印多少年了 就算当年实力再强 如今肯定也虚弱的不成样子了 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冲破封印 不 哪怕只有一万分之一的概率 我们也不能赌 北梁国国军坚定拒绝 虽然他也十分痛恨背信其义的南晚国国军 可是和暗玉的万亿生灵比起来 他们之间的那点举语根本不算什么 虽然暗玉大部分生灵对他来说也不算什么 但他是真不希望远古的惨状再次上演 至于老三麻如果被他们逮到杀了他倒是可以 毕竟当初那四位先祖是以血脉为影开启镇压的 只要南晚国那一只的嫡系血脉不灭就能继续镇压那个东西 反正那一只皇室成员还有很多南晚国的国君也不是非老三不可 当即他就将自己的想法书给了二人听 二殿下和四殿下一向都对北梁国国君为命是从 原本他们听说对方不打算灭了南晚 心里虽然不爽但也还是愿意遵从 此刻一听对方的真实打算 心里最后那点不爽也消失了 当即二殿下就拍掌笑道 好好好大哥这个主意好 这样祭报了老三的被刺之仇 也不用担心那些家伙被放出来 还是大哥英明 四殿下也十分赞成这么做 不过现在还有个问题 南晚国国君去哪儿了 根据他们的人汇报的消息 自从南晚国国君被王腾下跑后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那他们要去哪儿找人 想到这二殿下和四殿下又都望向了北梁国国君 对此北梁国国君也颇为无奈 别看我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哎顺其自然吧 反正只要他一出现就全力诛杀 另外你们可以联系一下在南晚的那些探子 让他们物色一下南晚国下一任国君的人选 那个人必须要是那一支的嫡系子孙 并且要符合我们的利益 一旦找到合适的人选 我们就一起出手 帮他掌控南晚国 四国之中就南晚国最不安分 这千百年来有一多半的战斗都是他主动发起的 以前看在大家同出议员的份上 另外三国的国君们都没太计较 但这一任的南晚国国君居然敢联合外人算计他们 他们也是有脾气的 既然南晚国国君先不仁 就别怪他们不义了 左右清廉先尊已经没有了威胁 他们三国联手 要铲除南晚国国君 再重新推一个傀儡上去也是轻而易举 二殿下和四殿下自然也明白他的意思 心中不由得一阵窃喜 忙道 是 我们这就去办 说完 他们就飞身离开 为接下来夺权推个傀儡国君上位的事 做起了准备 便城外 清廉先尊手下们驻扎的地方 你说什么 尊上肉身被毁了 这怎么可能 得知了南晚国的事后 众位长老都是一脸的不相信 尤其是巴长老 在他心里 尊上是无敌的 怎么会被王腾毁了肉身 真的是王腾毁的 这才多久啊 那家伙怎么可能变得比尊上强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当即 他就一把抓住前来报信的手下 冷冰冰的声音从喉咙中传出 你确定消息是真的 没看错 没 绝对没有 那场大战 小人亲眼所见 和尊上对战的人就是二十五长老 不 赤王腾那个叛徒 报信之人说得斩钉截铁 哼 废物 八长老美眸中闪过一丝怒意 随手将报信之人仍在一边 扭头问五长老 你觉得这事是真是假 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又何必问我 五长老轻横一声 其实他们心里都明白 报信之人没胆子骗他们 更何况那天的事 无数人都看到了 随便出去打听打听就能知道 只是 尊上在他们心里 一直都是无敌的存在 所以一时之间 众人都有些无法接受 沉默良久 还是八长老率先接受了这个消息 开始担忧地询问五长老 我们还要继续留在这吗 眼下清廉先尊肉身被毁 南晚国国军下落不明 情况对他们来说很不利 如果他们继续待在这 肯定会迎来北梁国的疯狂报复 其他长老也明白 前段时间北梁和南晚打得那么厉害 他们也没折几个人 靠的就是清廉先尊的威慑力 现在他们的倚仗到了 北梁国肯定不会放过他们 所以 其他人也纷纷看向五长老 等着他做决定 见状 本来就没看完 你说今天 我们对他有任何人 肯定会 我们不应对 决定 我 我们不在这架角 我们不在这架角 时 那这个 反正 我们不在这架角 我们怎么会 我们 五长老不禁苦涩一笑 他自然也明白没有了清廉先尊 他们根本没能力和北梁国硬碰硬 可尊上之前的命令却是北梁不破 他们就不能退 虽然尊上肉身被毁 可毕竟还没死啊 要捏死他们简直太容易了 所以哪怕明知对方现在受了伤 他也不敢违逆对方的命令 就在他纠结无比时 突然去空中一阵波动 紧接着一个身穿黑袍的人突然出现 同时一股众人十分熟悉的 充满压迫感的气息 也从那个黑袍内散发了出来 虽然这恐怖的威压压的众人喘不过气来 但他们内心却很是高兴 就像水中浮屏突然就找到了主心骨一般 是尊上尊上大人 我就知道传言是假的 尊上怎么可能出事 出话间 众人已经跪了一地 对着虚空中那道黑色身影 露出了无比崇敬的目光 拜见尊上 三天内 我要在总部见到你们所有人 冰冷但充满威严的声音从黑袍内转出 说完 不等众人反应过来 虚空中又是一阵波动 新莲仙尊踏入涟漪中消失了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 众人面面相去 似乎有些分不清 新莲仙尊是真的出现过 还是刚刚那一幕只是他们在做梦 两久 才有人试探着开口 尊上的意思是 不打算管南晚国和北梁国的斗争了 第三千三百八十一章出关 这不明摆着骂 海问 有人翻着白眼回应 其他人也纷纷开口 看样子尊上是觉得南晚国不中用了 所以不想再跟他们合作了吧 这样也好 我们也不用那么累了 还说什么啊 赶紧走吧 北梁国那边现在肯定已经收到消息了 绝对会对南晚国展开疯狂的报复 再不走 北梁国肯定会连我们一起对付 有道理 快走快走 说话间 不少人已经开始收拾东西 准备离开了 人群中 五长老和八长老并没有行动 他们只是睁睁地望着清莲仙尊离开的地方 梁九才回过神来 我怎么感觉 我好像越来越看不懂尊上了 八长老皱着眉头 低声难难 五长老轻横一声 何止是你啊 我也看不懂 尊上此举到底是何意思啊 筹谋万年的基业就要实现了 他真的舍得就此放弃 我总觉得 事情没这么简单 八长老摇摇头 美眸中满是担忧 以他对尊上的了解 对方要是真的受了重伤 绝对不可能在伤还没好之前出现 可他刚刚却大张旗鼓地陷了身 这就说明他的伤并没有传闻中的那么重 如果是这样 那他就更不应该放弃和南挽国的合作啊 毕竟没有南挽国的支持 他们是很难完成那个计划的 可现实确实尊上要他们撤退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想破脑袋 八长老也想不明白 而且他心里还隐隐有种不安之感 仿佛接下来要去的地方不是组织总部 而是龙潭虎穴 但愿一切顺利吧 叹息一声 他望着组织总部的方向 喃喃自语 阿尔大于南挽国军营 此时 军队也收到了国军失踪的消息 天啊 国军真的失踪了 什么 李叔清连先尊那边的人离开了 他们怎么可以这样 说好了一起攻打北梁的 怎么一点盟友精神都没有 完了完了 北梁和另外两国最近一直在招兵买马 我们这边的人却在不断减少 现在国军还下落不明 这一战 我们肯定会输 难道是天要往我南挽 一时间 整个军队人心惶惶 哀嚎不断 显然 所有人都认为北梁国会疯狂的报复他们 这种情况下 他们没有丝毫胜算 于是 悲观的情绪开始弥漫整个军营 一些贪生怕死之辈 更是已经开始偷偷逃离这里 哪怕带队长老下了死命令 逃兵一旦被发现就杀无赦 还是无法打消众人逃跑的念头 一时间 本就人心不齐的军营 更加松散了 看到这一幕 带队长老齐的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 就在他以为 北梁国和另外两国 一定会趁着这个机会对他们展开疯狂报复的时候 北梁国那边却没有任何动静 这是怎么回事 他一脸疑惑 可惜 其他人也不清楚 根本没人能给他答案 见状 带队长老也不再纠结 只是命令手下们打起12分精神防御 北梁突然进攻 然而 一天 两天 十天 半个月过去了 北梁那边依旧毫无动静 这这这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为什么还不出手 带队长老这下是真的蒙了 要不是派出去打探消息的人 都变成尸体被北梁国送了回来 他恐怕都要以为双方从来没有发生过战斗了 可是 既然北梁国还是对他们有敌意的 为什么放着这么好的机会不出手 到底是为什么啊 带队长老吉的抓狂 却也还是想不通 其实不光是他 北梁东夷西梁三国的人也都想不明白 为什么之前还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战争 会突然熄了火 是有什么更大的阴谋在等着他们吗 一时间 整个暗域的气氛都十分沉闷 让所有人都认为 现在这么平淡 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宁静而已 轮回真界 王腾还沉浸在修炼中 浑然不知因为他的随手为之 整个暗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当然 就算知道了 他也不在乎 对他来说 暗域不过是他修炼途中的一道风景罢了 他迟早要离开这里 暗域各国的情况如何 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时间 就在修炼中飞快流逝 这天 王腾突然从修炼中睁开眼睛 嘴角还挂着一抹微笑 成了 酒头盔一直关注着王腾这边的动静 一见他睁眼 连忙凑过来好奇地打量起了王腾 虽然王腾的修为并没有增长 可他却感觉对方身上的气息更加玄妙了 带上了几分缥缈之感 仿佛已经和周围的空间融为了一体 成了 王腾点点头 这次闭关 他不但学会了撕裂空间的法术 还领悟了一丝空间本源 原本的撕裂空间虽然能瞬间将人传递走 可地方却是随机的 可能会将人传送到万里之外 也可能只传送了几百米 很不稳定 但领悟了空间本源之力的他 却是可以修复这一缺陷 只要他想 就能传送去任何他指定的地方 当然 是有限制的 这个指定的地方只能是在暗域之内 如果要想突破未面壁垒 去其他未面 就无法指定了 不过 这个缺陷 会随着他修为的提升不断被修复 或许等他有了暗影君主或者暗域主的实力 就能随意去任何未面了 想到这 王腾不禁心情大好 连带着看南晚国国君都顺眼了很多 他还没醒 见南晚国国君还昏迷着 他问道 醒了十几次 不过每次都是才刚要睁眼 就被我敲晕了 九头龟语气骄傲 眼巴巴望着王腾 仿佛在说 看 龟爷爷我厉害吧 每次都预判了南晚国国君的预判 出手那么及时 没有让他闹出一点动静 不 他居然醒了那么多次 王腾有些惊讶 看着南晚国国君那满头的包 就知道九头龟肯定下手不轻 就这样还能让他醒那么多次 岂不是说明时间已经过了很久 我修炼了多长期间 他问道 第三千三百八十二张国君归来 一个多月了吧 九头龟想了想 道 居然那么久了 王腾有些惊讶 他沉浸在修炼中是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的 欢以为就过了几天呢 难怪九头龟心掌出来的脑袋 看起来比他闭关前要大了些 原来已经是一个多月过去了 既然已经耽搁了那么久 王腾也不打算再浪费时间了 当即就拎起南晚国国君离开了轮回政界 随后 他解开了对南晚国国君修为的控制 抬起手 啪 一巴掌落到南晚国国君身上 南晚国国君立马就醒了过来 啊 刺踢了谁 谁打我 信不信震杀你拳 他捂着脸 下意识大吼起来 眼神冷得仿佛要吃人 然而当他看清楚眼前的人是王腾后 一下就熄火了 忙换了一副嘴脸 硬生生挤出一个笑脸 呵呵呵 原来是王前辈啊 不知前辈有何吩咐 带路 王腾懒得废话 直接下令 文言 南晚国国君有些萌 他昏睡了一个多月 脑子一时间还没启动 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 王腾是要他带他去皇朝就都 见王腾已经有点不耐烦了 他忙道 是是是 我这就带您去 往这边走 说完 不等王腾催促 他就率先朝着一个方向飞了去 急速飞行带起了阵阵狂风吹打在身上 让他很是疑惑 奇怪 怎么感觉头有点痛 以前飞行的时候 也没有这种感觉啊 一旁 王腾自然看出了他的心思 望着他那满头的包 不禁吐槽 就投归那家伙下手还真狠啊 前辈 您说什么 南晚国国君的注意力都在头上 并没有听清王腾的话 没什么 王腾随意敷衍 又见前方就是南晚国国都 突然想起这家伙还欠自己一国库的修炼资源 就道 先把你国库里的东西给我了 再去救兜 好的前辈 南晚国国君还在疑惑为什么头疼 也无暇心疼马上要给出去那么多东西 只是按照王腾的吩咐 往国都的方向飞了去 原本 国都上空是不允许飞行的 不过 南晚国国君是整个国家的主人 自然不用遵守这个规则 所以哪怕已经到了国都外 他也没有停下来的打算 王腾同样如此 他们这么明晃晃的往都城里飞 自然引起了下方守城侍卫们的注意 什么人 居然敢在国都上空飞行 太嚣张了 马上开启沙镇 镇杀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后的家伙 对于二人的行为 一种守卫都十分气愤 当即 一个光幕就突然升起 将整个国都笼罩其中 还有恐怖的杀气从光幕中散发出来 似乎是要镇杀一切藐视皇族规定的人 事实上 守卫们也是这么想的 就在他们准备操控政法 对付王腾和南万国国军时 突然 有人大喊 等等 助手 快助手 怎么了 大部分人还很蒙逼 他们纷纷看向喊话之人 那是守卫们的头领 他们实在不明白 为什么头人不让他们出击 还问 你们是蠢猪吗 这么快就忘了那个家伙的样子了 守卫头领气急败坏 眼看王腾和南万国国军越来越近 马上就要撞上杀阵了 他吓得魂不附体 忙大声呵斥 还愣着干什么 快 快把杀阵给我撤了 要是惹恼了那位王前辈 大家就等着一起去地府排队重新投胎吧 什么 原来是他 他他他他 他怎么又回来了 要死了要死了 那个杀神怎么又来了 经过守卫头领的提醒 众人也都记起了那天王腾带来的 烙印尽灵魂深处的恐惧 不敢再有任何耽搁 连忙撤取了阵法光幕 虚空中 王腾原本已经在运转暗影之力了 见众人这么懂事 也就收起沙星 继续往都城里飞了去 南万国国军紧跟其后 等二人的身影彻底消失不见后 一众守卫这才松了口气 刚刚吓死了我 是啊是啊 还好他没把我们放在眼里 不然 哎 你们觉不觉得 王 王前辈身后那人很眼熟啊 不觉得 那家伙脑袋上那么多包 长得那么畸形 如果我见过 肯定会有印象 不是 你们仔细想想 他的样子 等会儿 你这么一说 我怎么感觉 我还真见过那人 他长得好像一个人 是国君 对 那人的脑袋上 如果没那么多包的话 就和国君一模一样 哎呀 你们这群蠢猪 那就是国君啊 什么 真的是国君 不是说陛下已经被杀 太好了 国君回来了 我就知道国君陛下不会有事 对于南晚国国君的归来 大部分人都是很高兴的 但也有例外 一天欢呼声中 有个不起眼的守卫目光闪了闪 随后就悄悄拿出一个传音工具 将这个消息传了出去 很快 南晚国皇宫内的人就收到了消息 什么 他居然活着回来了 可恶 他为什么不死在外面 该死 北梁国那几个家伙都是废物吗 都一个多月了 没找到他就算了 居然还让他活着回来了 哼 居然还活着 不过 国君的位置 只能是我的 你就算回来了也没用 呵呵 有意思 真是有意思啊 那家伙居然真的活着回来了 等着吧 那几个野心勃勃的家伙不会放过他的 我们就先看戏吧 等他们斗不动了 再出手 皇位 只能是我的 对于南晚国国君的归来 几乎没有一个人是欣喜的 甚至不少基于国君之位的人 还开始和心腹们商讨起了对策 有人准备直接发难 有人打算放弃 还有人准备坐收雨利 对于这一切 南晚国国君还一无所知 来到皇宫上空后 他直接召见了掌管国库的臣子 吩咐道 你 马上去国库 把所有东西打包好送过来 第三千三百八十三章 你们是想造反吗 这 臣子站在原地 一脸为难 见状 南晚国国君的脸色一下就阴沉下来 他原以为臣子听了他的话 会立马照办 结果 怎么 朕的话不管用了 说话间 一股恐怖的威压也从他身上散发了出来 仿佛一座大山朝着臣子碾压而去 一下就将人压趴在地 浓烈的危机赶袭来 臣子大惊失色 连忙大声求饶 陛下喜慕 饶命啊国君陛下 臣 臣并不是降武逆宁 实在是 实在是 是什么 南晚国国君历声逼问 是 是 臣子有些犹豫 国君现在已经很生气了 要是再告诉他这段时间皇室的变化 恐怕会让他勃然大怒 国君盛怒之下 他的下场恐怕就 南晚国国君见臣子回 的话还吞吞吐吐的 认定了对方没把他放在眼里 顿时更细了 哼 不想说 那你不用说了 说着 他抬手就是一掌朝着臣子挥去 作为真万法境的强者 哪怕只是随意一击 也带着雷霆之怒 滔天的杀意倾泻而出 根本不是臣子区区一个真王境修士可以抵御的 他甚至连逃跑的能力都没有 眼看攻击就要落下 臣子下的脸色惨白 就在他以为自己必死无一时 突然 嗖嗖 两道暗影之力从不同的方向急速飞来 一道直接打在了南晚国国君的攻击上 一道则化作防御光雾 将臣子笼罩了进去 下一刻 阿尔大鱼砰 砰隆隆 两道暗影之力碰撞在一起 发出惊天巨响 恐怖的灵力渔波扫向四周 所到之处 除了被灵力结界互助的臣子 其他东西都被碾压成了积粉 一时间 原本恢弘大气的皇宫 居然有大半被遗蔚了屏蔽 看到这一幕 南晚国国君的脸色更加难看了 你们是想造反吗 他死死盯着前方 那里正站着一男一女 男的比较年轻 看上去三十多岁的样子 女的则是个穿着工装的端庄妇人 约莫有四五十岁的样子 刚才 粉碎了他攻击的就是那个男的 女的则是出手救下了看守国库的臣子 这二人说起来 和南晚国国君的关系都很近 一个是他一母同胞的姐姐 一个则是他一母兄弟的儿子 也就是他的职人 平日里 这二人都对他恭敬无比 从来不敢违逆他半分 可现在 他们居然敢为了葛建明和自己作对 越想 南晚国国君越是气愤 就在他以为 面对他的质问 二人会如往常一样 连忙向他请罪时 那二人却对视一眼 轻笑起来 老三 他看守国库大半辈子 一直都是兢兢业业的 你却只因自己心情不好就要打杀他 实在是有些过了 宫庄女子一脸责备 他这番话 很自然就赢得了一众南晚国臣民的感激 皇室一向是非皇室成员的命如草芥的 可眼下长公主却愿意站出来帮他们说话 或许 只有胖这样纯善的人成为一国之君 他们才有好日子过 旁边的男子见宫庄女子只是轻飘飘说了几句话 就赢得了那么多明星 不禁有些着急 毕竟 现在那边可是明确说了 早在他和姑母中间选一个人继承大统 如果姑母的呼声更高 将对他十分不利 不过 他虽然掩热国君的宝座 却也知道现在他们共同的敌人是南晚国国君 只要他一日不死 那他俩就谁也别想坐上国君的宝座 所以 他并没有急着去拆宫庄女子的台 反而赞同的点点头 姑母说的对 三皇叔 这事确实是你不对 放肆 你们都放肆 没等男子说完 南晚国国君就怒不可恶地打断了他的话 他等着一双仿佛要喷火的眼睛 死死盯着二人 朕才是南晚国的君主 要做什么 还轮不到你们来智慧 你们这两个乱臣贼子居然敢鞭排阵 简直大逆不到 给我死 话音刚落 轰 一股强大而恐怖的戏事 也从南晚国国君体内爆发 他整个人仿佛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 滔天的杀气爆发 仿佛要将一切都吞噬 如果是以前 面对暴怒状态下的南晚国国君 二人早就或求饶或逃跑了 但现在 他们只是对视一眼 随后就十分默契地 同时运转起了体内的暗影之力 轰 瞬间 二人的气势也骤然攀升 真万法竟羞逝的恐怖威压 也从他们体内扩散而出 你们 你们怎么 感受到二人的修为 南晚国国君先是一愣 随即大怒 好好好 好的很 朕就说你们两个怎么跟被人夺舍了一样 原来是得了机缘 要来跟朕抢位子了 他们为了阻止那些东西冲破封印 还真是下了血本啊 他不是笨蛋 到了这时哪里还不明白 二人对他态度大变的背后 恐怕少不了北梁国国君和二殿下他们的手笔 还真是舍得啊 为了将他拉下马 他们居然让两个卡在万法竟后期几百年的废物 一跃成为了真万法竟强者 也不知道耗费了多少修炼资源 看样子 北梁国那几个家伙还珍藏着不少好东西呢 他们并没有把国库里所有的东西都给你 想明白了这一点后 他忍不住调侃起了王腾 说完 他还怕王腾不知道这话的意思 又连忙将自己的猜想说了出来 虽然这只是他的猜测 可为了离见王腾和北梁国的联盟 他说的那叫一个斩钉截铁 文言 王腾只是淡淡地瞥了南晚国国君一眼 并没有搭话 其实 就算对方不解释 他再看得出来这里面有北梁国那几个家伙的手笔 不过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他只是来拿东西而已 才懒得管这些事 南晚国国君本来还想借王腾的手除掉那二人 毕竟现在他们修为相当 一对二 他没有胜算 谁知道王腾居然不搭理他 无奈之下 他只得召唤起了皇室守卫 所有人听令 马上随朕出击 朕杀着两个乱臣随子 第3384章南晚往事 在南晚国国君的预想中 皇城守卫们听到他的命令后 应该会立马一涌而上 将二人为的水泄不通 然而 一秒 两秒 直到一刻中的时间过去了 皇城守卫们也没有任何动静 依旧只是站在原地 仿佛没有听到他的命令一般 健壮 南晚国国君气的脸都红了 他看向二人的目光中 火气更重了 好好好 你们真是好样的 居然趁朕不在 策反了朕的护卫 是朕小瞧你们了 早知道你们心机这么深沉 当初就该把你们一起杀了 听到这话 宫庄女子和男子 顿时垮下脸来 哼 你还敢提当年 宫庄女子柳梅倒树 指着南晚国国君就破口大骂 你这个不仁不义不孝不涕 良心狗肺的东西 当年你为了争夺国君之位 是军杀父 坑害手足 论心机深沉 我们可比不过你 就是 男子似乎也回想起了当年的事 眼中仿佛要喷火一般 当年我父亲就是太过相信你 才会丢了性命 这么多年 我无时无刻不再想着帮他报仇 索性 天道还是眷顾我的 今天 你死定了 二人这些话是直接说出来的 并没有传音 因此几乎整个国都的臣民 都听到了 顿时 众人议论纷纷 什么 原来当年老国君的死不是意外 真的假的 不是说当年看国君和皇子 公主们是运气不好 被卷入了虚空乱流中 连神魂都没逃出来吗 原来他们的死是有人可以安排的 国君虽然大部分时候不怎么样 但那毕竟是他的父亲和兄弟姐妹啊 他 他真的能干出那种事 难怪当年去秘境的人那么多 就国君一个人活着出来了 当时他的修为也不是最强的 如果一切都是他安排的 那就都解释得通了 这就是皇室嘛 真是肮脏 我不信 如果国君真的那么心狠手辣 那为什么长公主和玉亲王还活着 一时间 有人震惊 有人厌恶 还有人不幸 这些话 自然也传去了虚空中三人耳中 宫庄女子和男子 也就是长公主和玉亲王 在听到臣民们的质疑后 都是一脸苦涩 为什么还能活着 当然是因为他们在南晚国国君面前摇尾起连 被围到了极点啊 不然还能是南晚国国君大发慈悲 愿意放过他们啊 那段日子 对他们来说 是十分屈辱的 因此 二人对南晚国国君的恨意 又多了几分 果然 你们一直在骗我 你们果然是知道当年的事的 居然连我都骗过去了 真是好本事 当年的恶行被当众揭露 南晚国国君却没有丝毫惊慌 反而拍手赞赏起了二人 如果是以前 他可能还会抵死不认 毕竟明星有时候是很重要的 不过现在他却无所谓了 毕竟清廉先尊的那个计划就要成功了 到时候这些人都将不复存在 知道的再多对他也没有任何影响 长公主和玉亲王听到这话 都有些萌 他们实在是不明白 为什么南晚国国君这么痛快 就承认了当年的罪行 不过 既然想不明白 二人也懒得过多纠结 当即 就听玉亲王朗声道 你的位不正在前 又在危难之际抛臣民于不顾 根本不配继续担任南晚国国君 现在 所有人听听令 随我一起诛杀这个实恶不赦之人 说完 他就率先出手了 他等这个机会已经太久了 以前他没能力也不敢反抗 但现在他的修为已经和南晚国国君相当了 再加上背后还有北梁国国君等人的支持 自然 他在对上南晚国国君 也就没有了任何顾虑 我来帮你 长公主景随其后出手了 至于其他人 虽然二人已经趁南晚国国君失踪的那段时间 江皇城来了一殿大清洗 把关键职位都换成了自己人 可毕竟南晚国国君在位多年 对于大部分臣民还是很有威慑力的 所以 哪怕与亲王和长公主都发话了 大部分人还是选择了袖手旁观止 只有少部分修士 选择了一起对付南晚国国君 砰砰砰 砰隆隆 一时间 痴空中 各种打斗声不断响起 恐怖的威压笼罩了整个国都 一些修为低的修士 直接扛不住压力 化作了一团血雾 神魂惊恐的往外逃去 刺耳的嚎叫声响彻云霄 一时间 昔日繁华无比的国都 俨然已经成了一座炼狱 到处都是残垣断壁 破碎的空间 空气中都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 对此 阿尔大于南晚国国君毫不在乎 在他看来 这些家伙都是背叛了他的乱臣贼子 死了毫不足惜 而他过不了多久也将离开这里 既然不会再掌管南晚国 那破坏起来 自然也就毫不心疼了 长公主和玉亲王也是相反的心态 他们原本的打算是干掉南晚国国君 自己成为新的君主 并不想让南晚国衰落 使用暗影之力时也是束手束脚 一时间 倒让南晚国国君占了上风 当即 长公主连忙传音 别顾忌了 直接全力出击吧 现在最要紧的是斩杀她 至于其他的 大不了以后再慢慢恢复旧事 好 职人听姑母的 玉亲王也是这么想的 自然是十分爽快就答应了 于是 二人不再投鼠忌器 对着南晚国国君就是火力全开 在这种强度的攻势下 整个南晚国国都被移为了平地 但同样的 南晚国国君也开始渐渐落了下风 砰砰砰 砰隆隆 又是一阵交手过后 砰 一个人影突然以及快的速度倒飞了出去 最终撞在了千里之外的一座山峰上 正是南晚国国君 咳咳咳 他只觉得五脏六腑一阵动荡 随着咳嗽声响起 鲜血也不停地往外冒 显然是受了重伤 看来不能打了 就在他准备逃跑时 嗖嗖 长公主和御亲王也来到了他面前 第三千三百八十五张 御亲王 咳咳咳 我尊贵的陛下啊 你怎么这么落魄了 这狼狈的样子 好像条流浪狗啊 御亲王知道南晚国国君受了重伤 逃不出他的手掌了 当即就讥讽起来 文言 南晚国国君顿时黑下脸来 哼 你们这两个乱臣贼子 朕真是后悔 当初一时心软 放过了你们 他死死盯着二人 目自尽烈 所以啊 同样的错误 我们可不会再犯了 御亲王脸上带着残忍的微笑 这几百年来 你对我们有多好 我和姑母都记在心头呢 让我想想 该怎么回报陛下你的恩情呢 一时间 各种折磨人的刑罚纷纷浮现脑海 越想 他的笑容就越是灿烂 别废话了 直接杀了他吧 长公主打断了御亲王的幻想 他也很想让南晚国国君生不如死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心头盈盈有些不安 未免夜长梦多 还是直接将人杀了更稳妥 御亲王有些不甘 好不容易才将南晚国国君踩在了脚下 他还想多羞辱他一段时间呢 不过 姑母的话也有道理 南晚国国君可不是一个人回来的 他身边还跟着王腾 虽然看上去王腾和他也是敌对关系 但万一 想到这 他忙对长公主点点头 好 姑母 我们动手吧 说完 正万法境的恐怖威压 就再次从他体内散发出来 并且很快往四周扩散 长公主同样如此 顿时浓烈的危机感爬上心头 南晚国国君脸上的血色迅速消失 他知道这种情况下 光靠自己根本活不了 就连忙大喊 我知道你在这 还要继续看戏吗 我要是真的死了 可就没人带你去那个地方了 这些话 自然是输给王腾听的 说完 他还是不确定王腾会出手救自己 就又补充到 我敢保证 到目前为止 知道那个地方的人 只有我和清廉先尊 言外之意 一旦他死了 王腾就再也不可能找到仙界之门 毕竟以清廉先尊的性格 他就算是死 恐怕也不会让自己的敌人如意 自然也就不会告诉王腾 皇朝就兜的具体位置 听着南晚国国君那充满威胁意味的话 王腾皱起眉头 有些不爽 居然敢要挟他 真以为掌握了仙界之门的位置 就能驱使他做事吗 真是可笑 就算南晚国国君死了 他照样可以从他的残魂中提取记忆 之所以还留着他的性命 不过是因为之前答应过不杀他而已 到现在要杀他的人可不是自己 他自然也就不会插手 不远处 长公主和玉亲王原本还担心王腾会出手救南晚国国君 可等了半天也没有任何动静 二人放心了 当即就朝着南晚国国君轰杀而去 哈哈哈哈 看到了吧 你的盟友才不会管你呢 受死吧 昏君 说着 二人的攻击也来到了南晚国国君面前 恐怖的威压如一座大山朝他碾压过来 直接将他全身骨头碾碎 剧痛袭来南晚国国君痛的五官都扭曲了 但他现在却顾不得疗伤 只是咬牙疯狂运转暗影之力 顿时 一股玄傲的气息从他身上弥漫开来 他周围的空间也是一阵波动 撕裂空间 他低喝一声顿时原本无形的虚空 在这一刻仿佛凝结成了实质 随着他双向着两边拨开的动作 一个一人高的缺口也显露在了众人面前 下一刻 嗖嗖 二人的攻击就飞入了虚空裂缝中 被空间乱流吞噬 不见了踪影 随着攻击的消失 压在南晚国国君身上的大山 也骚然消失 他松了口气 却不敢耽搁 连忙也往那空间裂缝中飞去 显然 他是打算通过空间裂缝逃离这里 健壮 长公主和玉亲王都是面色一变 不好 他要逃了 他什么时候修炼了这么厉害的空间类法术 不行 苦逼阻止他 绝对不能让他活着离开 说着 二人连忙再次出手 这一次他们都没有任何保留 甚至不惜在竞争对手面前曝露底牌 为的就是将南晚国国君留在这里 可惜 虽然他们联手的实力要比南晚国国君强 可他们之间却横着一个虚空裂缝 不管他们的攻击有多厉害 最终都会被裂缝吞噬 伤不了南晚国国君分毫 哈哈哈哈 伤不到我吧 哼 想杀战 你们还不配 等着吧 今日支持 以后正会让你们千百倍的还回来 南晚国国君得意的大笑着 随后他就在二人不甘怨恨的眼神中 一个箭步踏入了空间裂缝中 就在他以为自己马上就能逃出生天时 却发现自己眼中的景物 居然没有任何变化 咦 我怎么还在这 他有些惊愕 还没等他想明白是怎么回事 突然 一道冰冷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答应我的事都还没办完 你想去哪儿啊 一时间南晚国国君只觉得毛骨悚然 浑身直冒冷汗 该死 他怎么把王腾给忘了 那家伙现在对撕裂空间的掌控 可比他强多了 在那家伙面前 他想靠这一招逃跑 是根本不可能的 想到这 他忙挤出一个生硬的笑容 善善道 误会 王前辈 这事都误会 哈 我是为了躲那两个家伙 可没想要趁机逃跑啊 是吗 王腾似笑非笑 南晚国国君顿时点头如捣算 是的是的 就是这样 哪怕他之前想的确实是趁机摆脱王腾 也不敢在此刻说出来 对此 王腾心知肚明 却也懒得计较 只是冷眼看向了飞过来的长公主和玉亲王 怎么 你们要跟我动手 剑二人手中还拿着法器 也没有收敛威压 显然是把他也当成了敌人 王腾不由地眯了眯眼睛 虽然他不想帮南晚国国君 可若是这两个家伙不知死活 非要和他动手 他不介意杀了他们 让南晚国国君捡个便宜 说完 轰 一股远超真万法境巅峰的恐怖威压 也从他身上散发出来 第三千三百八十六张管 顿时 恐怖的威压从天而降 长公主和玉亲王只觉得肩头一重 仿佛有一座通天飓风碾压下来 沉重而危险 似乎一不注意就会将他们碾成鸡粉 二人不敢大意 连忙运转起全部暗影之力抵抗 可惜 和王腾比起来 他们的实力实在是太弱了 哪怕已经全力抵抗了 身体也还是不受控制的往下掉落 看样子 他们刚刚的行为已经惹恼了王腾 对方应该是准备将他们活埋了 想到这 二人的脸色都有些难看 当即 长公主就盲冲王腾大喊 王前辈息怒 晚辈绝对没有冒犯您的意思 还还请看在我们同为北梁国盟友的份上 放过晚辈 王前辈 晚辈也绝不敢冒犯您 玉亲王也连忙开口 听到二人的话 王腾还没什么表示 南晚国国君就先破口大骂起来 果然是这样 北梁国 真是卑鄙 还有你们这两个蠢货 居然敢通迪卖国 刮噪 王腾不悦地皱起眉头 早知道这家伙这么吵 他刚刚就应该直接一掌拍晕 文言 南晚国国君连忙闭了嘴 哪怕他还有一大框骂人的话没说出来 也绝不敢在王腾面前放肆 剑耳边终于清静了 王腾这才又将注意力放在了 常公主和玉亲王身上 滚 他淡淡开口 吐出一个字 文言 常公主和玉亲王的脸色都有些难看 这可是难得的击杀国君的机会 要是错过了这次 以后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于是 二人还想挣扎下 王前辈 不知道您能否将他交给 这人我还有用 滚 王腾直接打断二人的话 无形的威压横扫而去 二人瞬间倒闭 体内气血一阵翻涌 口中鲜血狂吐不止 这是二人反驳他的惩罚 剧痛传来 二人的脑子一下就清醒了 纵使再不甘心 也不敢再多说什么 毕竟王腾的实力太可怕了 仅仅只是散发出来的威压 就重伤了他们 面对这样可怕的存在 他们可不敢再讨价还价了 于是 二人说了句 现在就滚后 就连忙往远处飞了去 那样子 似乎生怕走得慢了一点 就再也走不了了 直到二人的身影 彻底消失在视线中 南晚国国君才松了口气 忙备着王腾拱手道谢 多谢前辈救命之恩 王腾没有说话 只是抓着他就往国都的方向飞了去 其实 一开始他是没打算插手 南晚国内务的 毕竟不管是谁做南晚国的君主 都对他没有影响 之所以突然改变主意 主要是因为成公主的话 显然 他和北梁国国君等人 已经达成了合作 一旦他或者与亲王成为新的南晚国君主 那么四国将无比团结 这是王腾不愿意看到的 虽然他暂时和北梁国国君结成了同盟 但从以往的经验来看 皇室并不可信 万一到时候因为利益冲突 他们再次成为敌人 铁板一块的暗欲将比现在难对付得多 所以 还是让四国继续内斗吧 这也是他出手救下南晚国国君的原因 南晚国国都 不少臣民都在关注这场战斗 毕竟关乎整个南晚国的未来 就在他们以为国君一对二 绝对会死于长公主和豫亲王之手时 长公主和豫亲王却狼狈地逃了回来 看到这一幕 不少人 尤其是二人的追随者 都是面色大变 什么 长公主和豫亲王输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不 我不信 长公主和豫亲王联手 怎么会输给国君 一定是王腾出手了 对 肯定是他 不然长公主和豫亲王怎么会伤得这么重 国君可没有这么强的本事 该死 不是说王腾和我们才是盟友吗 他为什么会帮国君 完了 国君还活着 他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 趁他现在还没回来 赶紧逃啊 一时间 不少公开表明了支持长公主和豫亲王的人 都纷纷逃往了国都外 似乎是怕被南晚国国君秋后算账 也有人高兴 哈哈哈哈 早就说过了 国君威严不容冒犯 你们这些乱臣贼子 非要去投靠那两个反贼 现在知道怕了 晚了 国君威武 我就知道国君不会输 快 把那些反贼抓起来 等国君回来后处置 说话间 南晚国国君的勇短们 纷纷运转起暗影之力 朝着外逃的众人攻击而去 砰砰砰 砰隆隆 一时间 整个国都一片混乱 王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拎着南晚国国君来到了国都上空 去 把事办了 王腾冷冷地吩咐道 随后就放开了他 南晚国国君原本还担心自己这么被王腾拎着 会在臣民面前颜面尽失 没想到王腾还是顾及他的面子的 想到这 他对王腾也不禁生起几分感激 忙道 是 前辈 我这就去办 说完 他就再次将掌管国库的臣子召唤了来 命令道 把国库里所有的东西都给朕送过来 此时 他已经恢复了异国之君的威严 再加上在臣民眼里 他有着王腾这个强大的靠山 国君之位不可动摇 所以这一次 掌管国库的臣子不敢有丝毫迟疑 连忙按照他的吩咐去办了 很快 臣子就再次来到南晚国国君面前 双手奉上一枚储物戒指 陛下 您要的东西都在这里了 他的语气是前所未有的恭敬 一边说还一边小心翼翼地观察南晚国国君的神情 生怕对方还记恨之前的事 不过 他显然想多了 比起他们这些墙头草臣子 南晚国国君更记恨的还是长公主和玉亲王那些 敢明目张胆谋夺他位置的人 要报复他也是要先报复长公主他们 况且 王腾还在这盯着 没有对方的允许 他可不敢去忙自己的事 于是 收好储物戒指后 南晚国国君并没有找臣子麻烦 而是捧着整个国库的资源 来到了王腾面前 第3387章前往旧兜 国库里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了 请前辈过目 南晚国国君的语气十分恭敬 王腾接过储物戒指扫了一眼 见里面的东西和另外三国国库里的东西 差不多后 就收了起来 现在 南晚国这边的事情已经了了 该去办正事了 走 他冲南晚国国君喊了声 随后 不用他再多说什么 南晚国国君就领会了他的意思 乖乖带起了路 皇宫一处角落 长公主和玉亲王见二人走远 都长长得舒了口气 回来之后 他们就一直在观察着外面 生怕南晚国国君在给王腾上完工后 会来找他们的麻烦 还好 他们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可恶 真是太可恶了 北梁国那位陛下不是说 王腾是他的人吗 为什么他要帮那个昏君 确定王腾二人自己走远 不可能听到他的话后 玉亲王终于赶大声发泄起了心中的不满 对此 长公主也很疑惑 不过 事情已经发生 再怎么纠结也无用 所以他只是片刻后 就调整好了情绪 开始关注起了另一件事 看他们形色匆匆的样子 似乎 急着去办什么重要的啊 他喃喃着 目中带着思索 闻言 玉亲王也想到了之前 国君威胁王腾救他时的话 我记得 当初那个昏君提过 王腾要找一个地方 而那个地方只有他和清廉先尊知道 莫非 他们现在就是要去那里 很有可能 长公主点点头 那这是要不要告诉他们 玉亲王有些拿不定主意 长公主自然明白 他口中的他们指的是谁 想都没想就点头了 当然要 北梁国那边扶持我们 不就是想利用我们掌控南晚吗 既然如此 那就借他们的手厨调那个昏君吧 说完 长公主就将南晚国国君的行踪 泄露给了北梁国那边 北梁国边城 城主府 此时 北梁国国君已经收到了南晚国那边传来的消息 当即就将二殿下和四殿下找来 将此事告知给了他们 听完 二殿下和四殿下都是一脸不解 大哥 我没听错吧 王腾他居然出手救了老三 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帮老三 他不是答应跟我们结盟了吗 说话间 二人都很愤怒 如果不是因为顾忌国师的预言 怕惹恼了王腾会对暗欲更加不利 他们早就破口大骂 甚至已经派人去追杀王腾了 这也正是我找你们来的原因 北梁国国君摆摆手 示意二人稍安勿躁 随后才继续道 除了老三的行踪 南晚那边的人还传过来了另一个重要消息 当即 他就将南晚国国君威胁王腾救他的话 给二人说了一遍 听完 四殿下了然 所以 王腾是因为有事求老三才救他的 大哥 那边的人有没有说 他们要去的地方是哪里 二殿下则是急切地问道 没有 北梁国国君摇摇头 但对于目的地 他心里已经有了个想法 要是我猜得不错的话 王腾和老三去的地方 应该是旧兜 什么旧兜 刚开始听到这话 二殿下和四殿下都有些萌 但很快他们就反应了过来 大哥 你是说 他们要去皇朝旧兜 那个地方都荒废千万年了 他们去那里干什么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 王腾去那里 应该是为了仙界之门 北梁国国君缓缓道 一听这话 二殿下和四殿下更震惊了 什么 仙界之门在皇朝旧兜 大哥 你在开玩笑吧 也不能怪他们这么想 毕竟远古流传下来的资料太少了 就连他们都不知道 仙界之门到底在哪里 为什么大哥就敢肯定 仙界之门在旧兜呢 面对二人的质疑 北梁国国君导也没生气 反而耐心地解释起来 我也是最近翻阅古籍 通过一些蛛丝马迹 才确定了仙界之门的遗址就在旧兜 此提的居然是真的 二殿下无比震惊 此殿下则皱起眉头 忧心忡忡地说道 看样子 王腾是准备修复仙界之门 重返仙界了 大哥 你说国师的预言 会不会就应验在这世上 我总感觉仙界之门一旦开启 会引出很多不好的东西 什么不好的东西 二殿下急忙询问 不知道 不过 我感觉应该和封印有关 此殿下摇摇头 随后继续盯着北梁国国君 大哥 你觉得呢 我也是这么想的 北梁国国君同样面露优色 此殿下的直觉一向很准 再加上四国镇压的那些东西 正是仙界之门消失以后才出现的 他很难不去 想二者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联系 如果重启仙界之门 会放出那些东西 或者 带来其他破坏暗喻的东西 想到这 他忙看向二殿下和四殿下 走 我们也去就都 好 二殿下连忙点头 四殿下则有些顾虑 大哥 你是想去阻止王腾吗 别忘了 国师可是说过 他是身负大气韵之人 和他为敌的人下场都会很惨 况且 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我知道 北梁国国君打断他的话 我并没有说一定要和王腾作对 只是想先去看看情况 毕竟在国师的预言中 浩劫一定会来临 如果浩劫真的和仙界之门有关 那我们就必须先了解情况 才好应对 还是大哥考虑的周到 不过 你知道怎么去就都吗 四殿下又开口询问 暗欲皇朝分裂成四国 已经是千万年前的事了 沧海桑田 事事变迁 就算古籍中记载过就都的位置 也早就找不到了 我不知道 但是 有一个人知道啊 北梁国国君冷笑 四殿下很快反应过来 你是说 清廉先尊 不错 北梁国国君点点头 现在清廉先尊肉身被毁 元气大伤 他有自信可以拿捏对方 让他带他们去就都走 我们去找清廉先尊 第三千三百八十八张肥扬上门 以北梁国国君等人的身份 真动真格调查清廉先尊的藏身之处 那是轻而易举的 很快 他们就得知了清廉先尊的地址 并迅速往那边赶了过去 一天后 三人来到了一座偏僻的小城 是这里 二殿下低声询问 嗯 北梁国国君点点头 从手下人调查到的信息来看 这里就是清廉先尊的藏身之地 也是纳德组织的老巢 编城外撤退的八长老等人 恐怕都回了这里 想到这 他又忙提醒到 这里是清廉先尊的老巢 虽然他受了伤 但他手底下还有不少强者 你们都小心一点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暴露自己 明白 二殿下和四殿下一脸慎重地点了点头 随后 三人就隐秘气息 朝着清廉先尊的组织总部飞了去 虽然总部外面布置了一些政法 掩盖他真正的位置 但以三人的修为 自然是清轻松松就看破了这些 并利用专门针对政法的法器 悄无声息地潜入了总部 和他们想象的一样 这个地方充满了阴森感 让人打心底里觉得不舒服 不过 现在最让他们在意的却不是这些 而是 人呢 望着空荡荡的街道 二殿下有些萌 不是说之前攻打他们的那些组织成员 都回到了这里吗 怎么走了这么久了 他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四周那些建筑里 也没有任何活物的气息 这什么情况 难道说 他们走错地方了 于是 二殿下忙朝北梁国国君看过去 四殿下同样如此 面对着一幕 北梁国国君也是一头雾水 他很确信自己没走错地方 可是 又仔细观察了一下四周 他突然瞳孔一缩 指着四周的建筑道 你们看那些房间 到处都有人活动过的痕迹 甚至连灶台里都还有火 这就说明 至少前不久 这些地方都还是有人的 也就是说 那些人才离开议会儿 四殿下接过话查人 开始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从周围的痕迹来看 他们应该走得十分匆忙 或许是接到了什么命令吧 而在这里 能做到让所有成员 都听从指挥的人 恐怕只有清廉先尊了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 北梁国国君赞同的点点头 随后 他指着前方 继续道 这个地方对神势的压制很厉害 不过我还是隐隐约约感受到了 前面有活人的气息 走 去看看 好 二殿下和四殿下点点头 于是 三人就继续隐秘身形 朝着前方前了过去 每一会儿 一个硕大的祭坛 就出现在了三人眼中 祭坛之上 还站着十几个人 他们围成一圈 全都面向祭坛最中间 那里也做了一个浑身 包裹在黑袍之中的人 虽然看不清他的脸 但三人还是从气息中 确定了那人就是清廉先尊 此时 祭坛周围正散发着道道红光 纵横交错 编织成了一张网 将那十几个人笼罩其中 网的另一端掌握在清廉先尊手中 那些人体内的暗影之力 就顺着红光之城的大网 落到了清廉先尊身上 随着时间的流逝 那十几个人体内的暗影之力 越来越少 境界不断跌落 并且肉身也在不断变得干瘪 与之相反的则是清廉先尊 随着吸收的暗影之力和血肉 越来越多 他的境界也在不断攀升 肉身也越来越凝炼 他他他 难道他一开始就是把那些人 当作修炼资源培养的 二殿下被惊得瞠目结舌 北梁国国君和四殿下 虽然没说什么 但也同样无比震惊 这时候 他们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一路走来 偌大的总部内 连个人影都看不到了 感情是都成了清廉先尊的养分啊 他怎么舍得 那可是他精心培养了上万年的势力啊 如果换成是他们的话 就算修炼了这种只要吸收手下人的血肉和修为 就能让自己迅速恢复的功法 到了那一刻恐怕也得犹豫很久 没想到清廉先尊吸收起自己的心血来 居然眼睛都不眨一下 就在三人感慨清廉先尊的豪横时 祭坛中心黑袍之下 清廉先尊忽然睁开双眼 扭头望向北梁国国君三人的方向 嘴里扬起一抹兴奋的笑 哈哈哈哈 正愁这些家伙太弱了 不能让我恢复全部力量啊 就有肥羊送上门来了 说着 他抬手就朝三人抓了过来 阴影里 北梁国国君是最先反应过来的 他忙大喊 小心 他发现我们了 话音刚落 一直暗影之力幻化而成的大手 就已经来到了三人头顶 带着真万法境后期的恐怖威压 如惊涛骇浪班朝着三人拍下来 见状 北梁国国君来不及多想 连忙发出几道结界抵御 随后就抓起二殿下和四殿下 朝着旁边飞奔而去 下一刻 砰 那巨大的手掌骤然收拢 落到了他们三人之前藏身的地方 直接将地面抓出了一个上百米的深坑 看到这一幕 北梁国国君三人都有些后怕 没想到那看起来平平无奇的一抓 居然有这么可怕的威力 还好他们及时躲开了 不然 看来清廉先尊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刺殿下一脸忌惮地说道 他们原以为清廉先尊肉身被毁 受了那么重的伤 短时间内应该可以任由他们拿捏 谁知道 他现在是真万法尽后期的修为 只要我们小心一点 还是可以对付他的 北梁国国君冷静地分析起来 刚刚他们之所以会那么狼狈 主要是因为清廉先尊是突然偷袭的 他们没有防备 现在他们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份曝露了 自然会打起十二分精神防备清廉先尊 刚刚那种情况自然不可能再发生 所以他心里其实并没有太害怕清廉先尊 二殿下和四殿下文言 也暗暗松了口气 随后三人周身气息瞬间攀升到了 真万法尽强者的恐怖威压营绕在他们周围 趁得他们仿若战神将士 威武无比 第三千三百八十九章不甘的长老们 感受到对面传来的杀意 清廉先尊却并不惊慌 只是叹息道 可惜 真是可惜啊 居然让你们这几只老鼠给逃了 哼 一群蝼蚁 也好寄予本作 就让本作看看 你们这些大胆的家伙 到底是什么来头吧 说着 他就将目光放在了北梁国国军三人身上 此时 三人周身用来隐秘气息的结界已经消散 他们的真实模样 自然也就暴露在了清廉先尊眼中 看清楚三人的样子后 清廉先尊有些惊讶 随即就冷笑起来 哈哈哈哈 好好好 真是没想到 我这偏僻的地方 有一天能迎来三位国军的大驾光临 真是彭毕生辉啊 他嘴上说着荣幸至极的话 可脸上却洋溢着诡异的兴奋 看样子 连天道都在帮我啊 真愁没法杀了你们 让暗欲大乱 你们居然就自己送上门来了 哈哈哈哈 既然来了 就给我留下吧 话音刚落 嗖嗖嗖 顿时 促时到暗影之力就从清廉先尊体内击射而出 直直飞向了北梁国国军三人 滔天的杀气明漫开来 仿佛惊涛巨浪无情地拍打着四周 所过之处 一切都被碾压成了鸡粉 清廉先尊现在虽然只有真万法尽后期的修为 但他活了那么多年 不知道有多少后手 大家小心 北梁国国军一边提醒 一边出击 好 二殿下和四殿下盲点头 心头更加谨慎 同时也跟着北梁国国军一起出击 砰砰砰 一时间 整个祭坛周围 都是暗影之力相互碰撞的声音 清廉先尊实力虽强 可毕竟重伤未愈 再加上对面是三个人 所以哪怕他对暗影之力的掌控 远在三人之上 一时之间也拿三人没办法 大鱼战斗 就这样胶着起来 为了尽快拿下三人 清廉先尊朝索性放弃了 继续吸收手下们的血肉 开始腾飞到半空 全力应付起了三人 砰砰砰 刹那间 整个虚空都是四人奔腾的虚影 而与此同时 祭坛上 没了清廉先尊的掌控后 陷入昏迷的组织长老们 也纷纷苏醒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在这 这是祭坛 怎么回事 我的修为 我的修为怎么跌落到真王境了 嗯 你们只少了修为 怎么我的气血也少了那么多 所以 我们是被当成祭品了 不 我投靠清廉先尊 不是为了当祭品的 我不甘心 我不能死 绝对不能死 我还要取仙界 大多促长老们的记忆 都还停留在清廉先尊吸收组织成员 恢复修为的那一刻 一开始清廉先尊吸收的是底层弟子 长老们一直以为他们是特殊的 清廉先尊提拔他们是为了推翻暗域各国的统治 他们和那些被当成血包培养的低级弟子不一样 谁知道 所以 当意识到他们在清廉先尊眼里 和那些低级弟子没有任何区别后 众人便爆发出了阵阵悲悯 人群中 八长老是和大家一起醒来的 不过他并没有加入众人的议论中 只是用那双隐藏在黑袍之下的毛子 静静打亮着四周 和大部分长老不一样 他早就明白清廉先尊培养他们的真正目的 所以发现自己身处祭坛后 他并没有惊慌 而是第一时间感受起了体内的暗影之力 还好 他在祭坛的位置比较靠后 再加上清廉先尊才开始吸收 他体内的暗影之力和血肉并没有被吸走太多 甚至境界都还维持在万法境 很好 修为还在 他可以逃离这里了 想到这 八长老不经一阵窃喜 连忙又朝虚空望去 见清廉先尊和北梁国国军三人依旧打得难舍难分 顿时大喜 好机会 他低笑一声 随即 就开始运转起了暗影之力 片刻后 嗡 他面前突然亮起一阵光 周身的气息也忽然变得悬傲起来 紧接着 一个漩涡就出现了他面前 漩涡中还散发着阵阵空间之力 这么大的动静 自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他在干什么 是撕裂空间 他要逃跑 对啊 我怎么就没想到 还能用撕裂空间逃离这里呢 快 趁清廉先尊现在没空管我们 我们也赶紧用这招逃跑吧 好主意 凭什么 凭什么只有我修炼蝶落了那么多 反正我也逃不出去了 索性你们就留在这里给我陪葬吧 刹那间 祭坛上所有的人都躁动起来 有人学着巴掌老的样子 施展起了撕裂空间 也有人被清廉先尊吸得太狠 不能再使用撕裂空间了 就将主意打到了其他人身上 有的是出手破坏别人施法 也有人抓住施法的人准备一起逃离 总之 这一刻 整个祭坛上是一片混乱 躯空中 清廉先尊虽然在全力对付北梁国国军三人 但祭坛那边的动静太大了 他想不注意到都难 察觉到长老们的意图后 他的脸色有些难看 一群叛徒 这么多年来 本作对你们倾囊相受 让你们成为绝世强者 结果你们居然这么回报我 真是一群白眼狼 他起得破口大骂 要不是他 这些人会有那么高的修为吗 说不定早就突破境界失败 变成一泡黄土了 他对他们有再生之恩 现在他有难了 指望着这些人帮他渡过难关 不就吸了点他们的暗影之力和血肉吗 这不是他们应该做的吗 可他们居然要逃离 真是 太可恶了 怒火生疼而起 清廉先尊抬手就是一拳 朝着祭坛轰去 真万法静后期的恐怖威压 宛如惊涛骇浪朝着祭坛众人席卷而去 带着滔天的杀鸡 似乎要将一切都湮灭 很快 充满杀鸡的拳头 就裹挟着恐怖害人的威压 来到了祭坛之上 这时 祭坛上 已经有七位长老成功施展出了撕裂空间 就在他们以为自己马上就能逃出生天时 拳头落了下来 第三千三百九十张杀鸡 刹那间 噔 通隆隆 拳头砸在祭坛之上 爆发出惊天巨响 坚固的祭坛在寝客之间就被损毁 地面一阵晃动 强大的暗影之力于颇扫向四周 直接将所有被撕裂出来的空间裂缝轰了个粉碎 不 可恶 我已经没有力量再使一次撕裂空间之术了 为什么 为什么要断绝我的希望 我只是想活下去而已 不要 不要关闭 让我离开这 一时间 整个地面都是长老们的哀嚎之声 没什么比给了他们希望 又让他们绝望更让人痛苦了 不过 还没等他们哀嚎多久 剩余的暗影之力就来到了他们身边 哪怕他们已经及时使用暗影之力阻拦了 却还是无济于事 毕竟他们中 实力最强的也不过万法境而已 清廉先尊可是已经恢复到了真万法境后期 二者之间根本没有可比性 在这毁灭性的击打下 八长老自然也和众人一样 直接被击飞了出去 不过 他比较幸运 前不久才得了一件防御类的法宝 早在清廉先尊动手时 他就将那件法宝放在了身前 所以此刻他的伤 只是看起来很重而已 实际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 抬头 见清廉先尊在攻击他们之后 就再次被北梁国国军三人缠上了 他不禁松了口气 还好 现在清廉先尊没空处理他们 不然再来一掌 他就算有再强的法宝也没用 毕竟他们之间差了整整一个大境界 这巨大的鸿沟 不是有件法宝就能跨越的 随后 他又飞快瞥了眼四周 见其他长老都忙着绝望 没谁注意到他 就连忙再次运转起了暗影之力 不过 这一次 他很是小心翼翼 生怕再引起了清廉先尊的注意 导致功亏一篑 没一会儿 他周身的气息再次变得悬傲起来 周围是阵阵空间波动 一个漩涡骤然显现 空间裂缝出现了 当即 他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朝着面前的漩涡跳了进去 这一幕发生得很快 几乎就是在一个呼吸之间 所以哪怕是离他最近的长老 也没有事先发现 等他们察觉到时 八长老的大半个身子 都已经没入到了空间漩涡中 顿时 众人都是一脸震惊 他为什么还能使用撕裂空间 对啊 凭什么他还可以 难道尊上的攻击对他放水了 也有人怨恨 不 你给我留下来 我们都活不了 你凭什么能逃出去 没错 要死一起死 大家快动手 把他留下来 还有人想跟着飞入漩涡 八长老 我不想死 求你了 带我一起走 等等我 八长老 一时间 各怀心思的人 纷纷朝着漩涡靠拢过来可惜 不管他们是什么想法 都没有任何用 因为此时 空间漩涡正在急速缩小 不管是攻击还是人 都无法再踏入其中 躯空中 清廉先尊当粉碎了北梁国国军三人的攻击 就看到八长老想再次利用撕裂空间逃离 气得脸都黑了 好好好 没想到你才是真正的白眼狼 承受了本作一掌还没事 看来以前本作还真是小瞧你了 不过 敢背叛本作 还是两次 那就死吧 冷笑一声 清廉先尊抬手就朝着那空间裂缝抓了下去 原本他是没打算杀长老们的 毕竟他们的修为和血肉 都是不错的补品 可以让他更快恢复到巅峰状态 但八长老实在是太不知好歹了 所以他宁可舍弃对方的修为和血肉 也要他死 搜 眨眼间 那只暗影之力幻化而成的大手 就来到了空间漩涡面前 并迅速朝着漩涡抓了去 全窝中看着不断在眼前放大的手掌 八长老一双美眸中续满泪水 满脸绝望 难道他今天注定要死在这里吗 不只是他 其他长老们也是这么认为的 哈哈哈哈 尊上亲自出手了 你逃不掉的 看到了吧 就算你现在实力比我们都强又如何 还不是逃不出去 真是可惜啊 八长老 就差一点你就逃出去了呢 活该 让你不带我们一起走 现在遭报应了吧 一时间 整个祭坛周围都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前一刻 他们还在羡慕嫉妒恨八长老可以逃出生天 所以此时见他大祸临头 众人心头都无比畅快 然而 下一秒 却一遍吐声 嗖嗖嗖 大瑜只见三道暗影之力突然飞来 横在了空间漩涡和清廉仙尊的攻击面前 下一秒 砰 双方攻击碰撞在一起 爆发出惊天巨响 与此同时 空间裂缝也彻底闭合 八长老的身影消失在众人面前 连一片衣角都没留下 他 他真的逃出去了 可恶 为什么 为什么我刚刚不拼尽全力 跟他一起走 气死我了 他运气怎么那么好 以前尊上护着他 没想到他背叛尊上后 居然又能得到那三个家伙的帮助 这就是美女的待遇吗 我好恨 为什么我不是女的 眼见八长老真的成功离开了这里 其他长老们那叫一个羡慕嫉妒恨 清廉仙尊泽是无比愤怒的盯着北梁国国君三人 都怪这三个家伙坏了他的好事 你们居然敢插手我们组织内部的事 不想活了 说话间 他脸上不满杀鸡 如果说之前他只是想吸收这三人的修为和血肉 那么此刻 他就是真的恨不得不惜一切代价杀了他们 北梁国国君三人文言 确实毫不在意 因为他们都知道 现在的清廉仙尊是杀不了他们的 所以 他们压根没把清廉仙尊放在眼里 只是有些可惜 怎么就那一个丫头敢继续逃跑呢 他们还想多放点人走 再给清廉仙尊添点赌呢 清廉仙尊见三人无视自己 更气了 抬手就准备继续出击 就在这时 北梁国国君突然开口了 清廉仙尊 再继续打下去也只是浪费时间 不如 我们做个交易 第三千三百九十一章海底旧兜 哦 出来听听 清廉仙尊驱散了准备释放的暗影之力 眼中露出几分感兴趣的神色 从一开始他就知道 北梁国国君三人来到这里 肯定有所图谋 只是那时候他觉得自己能斩杀他们 也就懒得询问 但经历了刚刚的交手后 他才发现自己根本奈何不了那三人 这种情况下 他的战役本来就不多 再一看北梁国国君都将梯子递过来了 他自然也就顺着台阶下了 只要你告诉我们皇朝就兜的位置 我们马上离开 不再干涉你恢复修为 北梁国国君也不卖关子 直接说道 文言 清廉仙尊不由地眯起了眼睛 他们打探皇朝就兜地址干嘛 难道也是冲着仙界之门去的 也好 他的计划 正好还需要寄线一些实力强大的修士 既然北梁国国君三人要主动去送死 他自然地成全他们 于是 他做出一副沉思的样子 等了好一会儿 才一脸被逼无奈 不情不愿地点了点头 好 我答应 随后 他就将去往皇朝就兜的具体路线说了出来 三人得到想要的消息后 也信守沉默 没在插手组织内部的事 当即就离开了总部 片刻后 三人已经出现在了千里之外 大哥 我们就这么走了 二殿下有些不甘心 他们之前可是被清廉仙尊给坑惨了 在他看来 今天就是个绝佳的报酬机会 只要他们把皇室多年累积的底牌亮出来 保不准还真能斩杀清廉仙尊 北梁国国君自然看出了他的想法 他又何尝不想杀了清廉仙尊 只是 阿尔大于清廉仙尊毕竟是活了几万年的老怪物 还会很多我们没见识过的仙界手段 想彻底抹杀他 很难 他分析道 二殿下知道他说的很有道理 但还是忍不住担忧 可是大哥 既然他现在就已经很难杀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放任他继续吸收那些长老的修为 万一他恢复后来找我们报酬怎么办 他们连半死不活的清廉仙尊都杀不了 更别说巅峰状态了 对此 北梁国国君却毫不在意 放心吧 就算他恢复了修为 我们也不会有事的 为什么 你难道忘了是谁把他害得这么惨的 王滕 没错 以我对清廉仙尊的了解 他这人向来雅四必报 等他修为恢复了 肯定第一个就找王滕报仇 而王滕的实力你们也是知道的 我明白了 还是大哥聪慧 清廉仙尊和王滕是死敌 实力又那么强 只有让他们对上 对我们才有好处 二殿下恍然 终于明白了北梁国国君肯让清廉仙尊恢复修为的真正目的 欲本相争 别看他们和王滕现在是盟友 但那只是战时的 一旦利益不同 他们随时可能分道扬镳 而王滕和清廉仙尊 都来自仙界 且实力强大 这样的存在对于他们皇室来说 是很不稳定的因素 身为皇权的拥护者 他们自然是不希望自己治下出现这种不受控制的人 没错 北梁国国君十分赞同二殿下的话 扭头见似殿下一直沉默 不像是他一贯的作风 就忍不住问道 老四 你怎么了 大哥 我没事 就是感觉清廉仙尊 不可能那么老实的告诉我们答案 你说 旧兜地址会不会是假的 又或者 还有更大的阴谋等着我们 刺殿下说出了自己的猜想 他修炼的方向和预测 未来有一些联系 虽然做不到像国师那样直接占卜未来 却也能感应到一些事 从离开总部后 他就一直很心慌 这预示着未来一定会发生不好的事 例子应该是真的 北梁国国君擅长察言观色 他看得出来清廉仙尊是真的希望他们去救兜 至于老四的第二个猜想 有没有阴谋 等我们过去不就知道了 走吧 说完 他一个纵身就跳到虚空 朝着皇朝救兜的方向飞了去 二殿下和四殿下紧跟起后 就都就在这下面 王腾询问 此时 他正站在一处悬崖上 脚下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一波接一波的海浪不停拍打着礁石 迎面吹来的海风带着些许湿润 是的 一旁 南挽国国君盲不迭地点头 这一路走来 他也摸清楚了王腾的脾气 只要你不跟他耍心眼 他其实还是很好说话的 所以现在面对王腾时 他已经不像最开始那么畏惧了 带路 王腾朝他使了个眼神 虽然他并没有从大海上感受到任何危险 但在这种未知的地方 还是先丢块石头探探路的好 他可不想阴沟里翻船 是 南挽国国君连忙答应 紧接着 他打出几道防御结界 准备用来和解海水后 就一个纵身跳进了茫茫大海中 王腾站在悬崖上观察了片刻 确定没有任何危险后 也打出几道防御结界 跳入了海中 随后 不等他再催促 南挽国国君就十分自觉地往海底飞了去 王腾不紧不慢地跟在他身后 很快 一些生活在海中的生物 就被突然闯入的人类吸引 朝着他们游了过来 有的好奇 有的畏惧 还有企图撞破防御结界吞了他们的 对此 王腾和南挽国国君都没有理会 只是全速赶路 随着时间的流逝 王腾发现这片海 远比自己预计的要深得多 以他和南挽国国君的修为 这回人应该已经飞了上万里了 可却依旧没有看到底 周围的环境看上去也和刚开始下来时没什么两样 于是 他忍不住问道 还有多久到 快了前辈 南挽国国君一边拨开挡在前面的鱼群 一边解释 这片海里有隔阵法 会放慢我们飞行的速度 虽然看起来我们已经飞了很久 但其实才下来不过几千米而已 在飞行片刻 应该就能飞出阵法了 到时候速度就快了 要不了几个呼吸就能抵达海底 也就是就都的位置 第3392章 这就是仙界之门 原来如此 王腾了然 不再多想 继续跟着南挽国国君前行 片刻后 王腾感觉周围渔群的速度 明显快了很多 就问道 我们已经飞出阵法的范围了 是的 王前辈 南挽国国君点点头 话音刚落 一片望不到边际的建筑群 就出现在了二人眼中 虽然现在还隔得很远 但从那些建筑的轮廓上 也依稀可见他昔日的辉煌 那就是就都已指 王腾盯着脚下那些不断在眼中放大的建筑 问道 嗯 南挽国国君点点头 指着一根高高的主子道 你看 那上面雕刻的圆形图案 就是皇朝的图腾 说话间 二人距离那片庞大的建筑群 已经不足百米了 这时候 就算没有南挽国国君的指点 王腾也能看清楚脚下的一切 虽然这座庞大的城池已经变成了残垣断壁 但从那些建筑物上残留的痕迹来看 这里确实是皇朝就都无疑 难怪几乎所有人都找不到就都遗址 原来他居然藏在深海之中 王腾有些感慨 幸好他是带着南挽国国君一起来的 不然就算他知道就都地址 恐怕也根本想不到曾经的皇朝就都 居然被掩埋在了海底 是啊 要不是上次被清廉先尊带着过来 谁又能想到 曾经的皇朝就都 居然已经变成了茫茫大海 南挽国国君赞同的附和道 王腾文言 确实这起了眉头 连你们这些皇朝后裔都不知道就都遗址 清廉先尊是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 南挽国国君一脸无语 随后他似乎察觉到了自己语气不好 又连忙补充解释起来 虽然我和清廉先尊是盟友 但其实他根本不信我 很多事都不会跟我说 就比如之前南挽 我国和北梁开战 那么重要都时期 他不帮我攻打北梁就算了 居然还要我跟着他到处跑 那些秘境的出现 是不是跟你和清廉先尊有关 王腾打断南挽国国君充满不满的声音 你怎么知道 南挽国国君下意识反问 说完他才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 连忙善笑一声 没有没有 前辈 你听错了 秘境的开启跟我没关系 你觉得我像傻子 王腾一挑眉 不怒自威 南挽国国君见状 吓得浑身冷汗直冒 忙摆手 不不不 前辈 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好吧 其实那些秘境 就是清廉先尊故意开启的 果然是这样 王腾文言 不由得瞳孔避震 其实一开始他只是猜测 毕竟时间上很巧 清廉先尊失踪的那段时间 暗喻正好就出现了很多秘境 原本他也不确定 二者之间有没有联系 谁知道南挽国国君 居然直接就承认了 为什么 王腾不明白 那些秘境的出现 可是让整个暗喻的实力 都提升了一大截 这对清廉先尊应该没什么好处吧 既然如此 他为什么还要那么做 想不明白 他就看向南挽国国君 期待他能帮自己解惑 然而 南挽国国君 对此也是一头雾水 前辈 我刚刚就说过了 清廉先尊不信任我 所以他压根没跟我说过原因 没用 王腾有些失望 不过 他此行的目的是找到仙界之门 所以哪怕心有疑虑 他也没多过纠结 只是说到 仙界之门在哪儿 带我去 是 南挽国国君连忙点头 随后 他继续往海底飞去 王腾紧跟齐后 片刻后 二人已经飞过了大半个就都 一路走来 越来越多的遗迹出现在眼中 王腾对曾经的暗域霸主 暗域皇朝也有了更深的认识 不得不说 暗域皇朝不愧是曾经的暗域之王 还是很有排面的 国都修建得十分华丽 就连一些装饰建筑上 都用了暗金来点缀 千万年过去 暗金中的能量已经消散 王腾看不出他们到底是什么品级 但就算是最低等级的暗金 也够让无数修士强破头了 可暗域皇朝却只是用他们来做装饰 随处可见 真是太好狠了 看来 曾经的暗域皇朝 确实十分强大 但 那么强大的存在 却还是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那么 消灭了他的势力 又该有多强啊 正想着 南挽国国君停下了脚步 只见他指着一处看上去 平平无奇的石堆说道 前辈 就是这里了 王腾回过神来 顺着南挽国国君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目光有些复杂 已确定 望着那一堆碎石块 他忍不住抽了抽嘴角 在他的想象中 仙界之门应该是十分宏伟的 再不济 也应该能看到残存的正法之类的东西吧 怎么会只是一堆碎石块 南挽国国君莫不是在逗他 想到这 他的目光顿时就冷了下来 南挽国国君只觉得 浑身一凉 仿佛被死神盯上了班 让他很不自在 于是 他连忙解释 前辈 我真没骗你 曾经的仙界之门就是建立在这的 不过那场大战后 仙祖们就斩断了和仙界的联系 彻底摧毁了仙界之门 当年仙界之门的痕迹就已经所剩无几 更别说又过了千万年了 王腾 他费了那么大劲 好不容易来到这里 结果就只能找到一堆破石块 那他还修复个锤子啊 就在他无语失望时 搜 一直在轮回真界中养伤的吞金兽 突然窜了出来 并且开始绕着那堆碎石块 不停地修了起来 嗯 莫非这个地方有宝物 王腾不禁眼前一亮 他已经很久没看到吞金兽这么积极了 这里到底有什么 好奇之下 他也就没有打扰吞金兽 而是在一旁耐心地等候起来 一旁 南晚国国军舰突然窜出来一只小兽 吓了一跳 下意识就要出手攻击 不过 没等他出手 王腾充满警告的眼神就扫了过来 原来是王腾的宠物 明白了这一点后 南晚国国军也不敢再轻举妄动 开始和王腾一直静静等待起来 第三千三百九十三张仙京 片刻后 吞金兽跳进了王腾怀里 有什么发现 王腾问 吞金兽连忙将自己的发现说了出来 声音无比激动 仙京 是极品仙京的气息 就在碎石堆下面 气息很浓郁 要是吞了他们 我的修为会立马暴涨一个境界 居然是仙京 王腾有些意外 他自然相信吞金兽不会判断错 没想到这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地方 居然藏着那么多仙京 看样子 南晚国国军确实没骗自己 这里应该就是仙界之门一击所在地了 一旁南晚国国军听到吞金兽的话 有些好奇 下意识问道 仙京是什么 和暗金一样的东西 不过 仙京里面蕴含的是仙界元气 而非暗影灵气 王腾心情大好 也不介意给南晚国国军解惑 听完 南晚国国军有些失望 他看吞金兽那激动的样子 还以为地面藏着什么了不起的宝物呢 还想着等惠儿也分一杯羹 结果 他修炼的是暗影灵力 和仙法不是一个体系 就算得到了仙京也没用 便也放弃了寻宝的打算 只是问道 王前辈 我们的交易已经完成了 我可以走了吗 滚吧 王腾挥挥手 他是个信守承诺的人 哪怕再不喜欢南晚国国军 也不会食言 见状 南晚国国军松了口气 如蒙大赦 连忙往上面飞去 王腾也没管他 在询问了吞金兽仙京的具体位置后 他便凝聚起暗影之力 手起刀落 对着地面就是一掌打出 这一掌他并没有用权力 可他的实力毕竟摆在这里 还是造成了不小的动静 哼 只听一到惊天巨响过后 海底就开始剧烈地晃动起来 无数海底淤泥被激起 海水顿时变得无比浑浊 本就阴暗的环境 现在更是连一丝光亮也看不到了 幸好王腾是用神势赶之四周的 所以漫天的泥沙对他来说 并没有什么影响 他并没有去看四周 只是用神势死死锁定着 暗影之力落下的地方 此刻 那些堆积的碎石 已经被强大的暗影之力 碾压成鸡粉 成为了漂浮在海水中的 泥沙的一部分 碎石堆之下 出现了一道一人宽的裂缝 那裂缝从脚下蔓延出去了上百米 往裂缝中望去 隐隐可见仙精的光辉 走 下去看看 王腾一把抓起吞金兽 就往裂缝里跳了去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暗影会有仙精 但他迟早是要回仙界去的 仙精这种修炼必须品 他自然是不嫌多的 很快 一人一兽就抵达了裂缝底部 现在哪怕不用神势 他们也能清楚地看到仙精 因为那些仙精就镶嵌在面前的泥沙中 十分整齐 粗略忘去 至少有几十万块 真是好狠啊 哪怕是在仙界 极品仙精也是不多见的 只有一些大宗门的高层才用得起 并且也是限量供应的 每人每年最多能得到百来块 可这里 却有几十万块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暗喻的人不能使用仙法 这里却隐藏了那么多仙界的仙精 从这些仙精的位置来看 明显是人为埋藏的 那么 埋藏他们的人又是谁 暗喻之人 还是仙界之人 为什么要把那么多仙精埋藏在这里 而这里又是仙界之门遗址 二者之间 会不会有什么联系 一时间 王腾脑中冒出啊无数疑问 却没人能给他解答 算了 不管了 还是先把仙精收起来吧 摇摇头 王腾不再纠结 只是招呼吞金兽 和他一起收割起了四周的仙精 与此同时 海边悬崖上 三个男子副手而立 正是从清廉先尊那里的道消息 赶紧赶来的北梁国国君三人 这里就是就都遗址了 四殿下眺望着海面 有些迷茫 这里除了水还是水 哪里有半分上古皇朝遗迹的影子 他们不会是被清廉先尊给骗了吧 然而北梁国国君却笃定的点了点头 就是这里没错 这些年来 暗喻的布局有了很大变化 向来 一击应该被这些海水淹没了 走 我们去海底看看 好 二殿下和四殿下自然不会反对 于是 三人就准备往海底飞去 就在这时 平静的海面上 突然犯起了阵阵连漪 像是有什么东西要从水里飞出来一样 速度还很快 三人是第一次来这里 本就小心翼翼 在一看这场景 心中顿时警铃大作 连忙止住脚步 一脸戒备地盯着海面 准备看看水里的东西是什么 等了一会儿 嗖 一道虚影飞快从水里冲出来 并以极快的速度往远处飞去 就像在逃命一般 是老三 他果然在这 看来就都一击确实就在这里 我们来对了 三人自然是一眼就认出了那人的身份 惊讶的同时也终于确定 这里就是他们要找的地方 不过 怎么没看到王腾 难道王腾已经被南晚国国君杀了 显然 在三人的认知中 王腾和南晚国国君是死敌 如果他没出事 是不可能放任南晚国国君离开的 但国师又预言过 王腾是身负大气运之人 应该不会轻易神语 拦住他 北梁国国君指着北梁国国君逃跑的方向喊了声 随后 他就率先朝那边飞了过去 他要抓住南晚国国君问清楚 王腾现在是什么情况 二殿下和四殿下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 北梁国国君刚动身 他们就连忙运起暗影之力跟了上去 不远处 南晚国国君还在急速飞行着 没办法 王腾带给他的心理影响太大了 他生怕王腾反悔 自己跑慢了会生死盗销 还好 王腾还是信守承诺的 他都离开海岸那么多了 对方都没有来追他 看来他是真的安全了 想到这他松了口气 当即准备找葛地方闭关 等修为提升后就回国和那些乱臣贼子算账 然而还没等他行动 下一刻前方不远处 就传来了一道戏虐的声音 哟 这不是三德吗 怎么像葛过街老鼠啊 几年不见 这么拉了